行政人才宣布 日本福岛食品进口 最快在18号就可以上路了 但是民众现在 却可以已经在卖场买到 来自福岛罐装的白桃鸡尾酒 质疑这福岛食品 是不是早就已经闯关 事要所解释 其实酒类 本来就不在管制食品的项目内 烟酒类应该是由财政部所管辖的 而负责进口酒类查验的 财政部国库署 在接受访问时也揭晓答案 表示其实过去十年来 这福岛五线式的酒类都有在进口 但是每一个产品都有做检测 并没有验出辐射残留 一整排进口酒类琳琅满目 不过仔细看 竟然有一款福岛白桃鸡尾酒 酒摆在上头 是不是今天才开放吗 对吧 我没看错 标榜使用日本福岛县产的水蜜头制成 看起来相当诱人 但是等等 明明政府还没正式公告 开放进口福岛五线式食品 怎么已经大啦啦摆在货架上 而不止我们实际值集超市卖厂 已经买得到福岛产品 民众也叫立委检举 至于难道福石 早就悄悄进入台湾吗 那个时候在管理的时候 没有把它放到食品这一块 就是可以进的 因为它也不一定就是高风险 它加工了以后 变果汁 然后在一定的程序 还有酒精 那就可以进来 喝到口里面 吃到嘴巴里面的 都叫食品啦 原来当时日本爆发核灾之后 五国只限制食品进口 但是不包含酒类 不过这款白桃鸡尾酒 酒精含量3% 果汁含量却有7% 而且食用的白桃 就是来自福岛 水果不能吃 但做成加工品 喝下肚 酒没有问题吗 我们是主批全部检测 一万多件 那检测的结果都是未检出 相当过去十年来 辅导五线酒品辐射检测 都没问题 但同样来自河栽区 酒类跟食品进口与否 却两套标准 难免让民众满头问号 就好像三天台报道 谢谢大家